HELLO 大家好 肚子又大了少少啦 今天呢 我很開心 因為今天我去迎拍一個雜誌的封面 那個訪問是關於BB的 即是關於我的華人士的點滴 還有所有各樣的感覺 拍攝很順利 因為BB沒有令我不舒服 我沒有嘔吐和後精神 加上攝影師和記者都說 我沒什麼肥到還能保持我 我也蠻開心的 因為我還未想變成一個大肥婆主 但大家放心 BB的尺寸我每次去看醫生 我也有問他們的重量和長度 是否合不合法標準的 他們就說OK 所以最重要就是這件事 我記得那個訪問其中 他們也有問我每一天 我日常的生活是怎樣 以及下午會吃什麼 那剛巧現在4點左右 做完訪問回來 就真的很餓了 我午餐只吃了一個 Pinut Butter Sandwich 所以現在已經很餓了 那我真的煮了一個平日午餐 真的會吃的食物 所以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會吃什麼的呢 那… 畢竟我都… 讀營養 我都想分享一些營養提示 那… 好了 讓大家看看我的午餐 賣相不是那麼好 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這碗麵了 好,那麵有什麼呢?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很簡單 當然我們要多菜 我放了半包菜心 菜心是很正氣,不會涼又不會腥 令我們會吃得很舒服 加上我自己很喜歡吃蕃茄 蕃茄也很有益 我放了兩個蕃茄 大家看清楚一點 兩個蕃茄 然後我還打了一隻鍋蛋 變了有很多油蛋白質 不會那麼清 其實我自己不是吃素的 不是食物 不過我肉類真的吃得少 所以有時候吃蛋 就有最高的 就是所有最Quality 有Quality的蛋 不是,有Quality的Protein 說什麼 然後還有餃子 也有少少肉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吃不吃得那麼清 因為這個是蝦子麵 湯底也是水 所以我就靠蕃茄的味道來出水 如果你們懶得像我一樣 想煮一些很簡單的食物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午餐 又健康 大途補也可以吃得清淡一點 又不會吃得太過量肥 不知道你們是否喜歡呢 可能會太清淡 但我自己就很喜歡了 你們不妨試一下吧 那先說到這裡 因為我肚子餓要吃東西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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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gube 好 個字幕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